我是int1刘宇 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来到DW的直播间 然后今天呢 我会和大家分享 很多我的穿搭心得 和我的DW的好物 那当然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大家也非常的好奇 那今天小宇到直播间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福利 那首先跟大家说 今天呢我们会不定时的 会有抽奖福利带给大家 那当然这些福利 也都是小宇在经过了 重重关卡之后 才会给大家带来 所以我们有什么 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首先呢我们会有 刘宇刚刚为大家签完的 我们的亲笔签名的照片 亲笔签名照片 那除此之外 今天我们还有我们的 蓝玫瑰清选礼盒 除了我们里边的产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细节 上面有刘宇的名字 以及其实这个花边 根本不是机器做出来的 是你在后台刚刚画出来的 是的 而且我跟你说 大家一定不要离开直播间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只有一份 说不定就是你获得它 嗯 那我们这个礼盒 除了我们的亲签 跟他的一个特别的图腾之外 那我们里边呢 会放两样我们的产品 对 那也是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 我们一步一步放进去 所以最后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在先卖个关子 之后呢 我们会为大家来揭晓 嗯 好的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首先当然想要来问一问 嗯 问问 好 小宇 第一次跟DW是什么样的缘分 为什么可以有这样一次合作 呃 Daniel Wellington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瑞典的品牌 一直坚持以北欧风的美学为设计理念 我听说他们在设计 然后还有他们的工艺啊 和持续时尚的这个方面 也是一直在这个精益求精的 嗯 我非常敬佩 我觉得DW的手表 哎 看 今天佩戴的 DW手表和配饰都非常好搭配 它是那种特别简约和时尚的感觉 嗯 我觉得在我的日常的这个造型的过程当中 我可以选择很多不一样的视频和手表 来搭配我的不同的造型 嗯 非常的百搭 嗯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的小雨 为大家搭配了很多我们DW的一些配饰 以及今天的OOTD也非常的帅 大家觉得帅不帅 可以在弹幕跟我们大家互动 因为我们前方有个大屏 可以时时看到大家的互动 那么会跟大家来一起来解决一些问题 以及分享给大家更多我们的搭配上的妙招 那接下来分享一下今天的OOTD吧 好啊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 我其实今天有佩戴很多不同的这个视频 但是虽然很可能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会带这么多 但是你看我今天整体的造型 诶 也蛮和谐的 也是一个特别有感觉的搭配 对 像我今天戴的这个经典的手镯 有一个玫瑰金色和一个银色 还有这个手表 还有我手上戴的星辰系列的这个戒指 还有这个万花筒 对 万花筒的两个颜色都在我的身上 看我们这个今天 忘了忘了 还有这个呢 小双环的这个项链 还有这个星辰的这个项链 都在我的搭配当中 是不是 很好看 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手饰经过了迭代 虽然说它的款式很简约 但是却给大家一种非常的精致 且和谐的这种状态 是的 是的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手饰啊 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 手饰是非常重要的 像我平常出门 我一直觉得手饰能够给我 带来很多不一样的色彩 让整个人感觉一下亮起来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就有的时候出门选择饰品 是能够代表一个人的态度的 我觉得我出门是肯定少不了饰品 大家看到我平常的一些出街啊 还有一些造型 基本上都是有饰品的 所以大家今天感受到小雨的态度没有 所以如果大家想像我们小雨一样 出门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有态度的话 我们是这边推荐大家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一些搭配 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完成 并且把我们喜欢的产品带回家 好的 那说了这么多之后 你刚才有提到眼前一亮 对 那眼前一亮不得不提到 你最近的一个综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我们的国风大典 大家有没有看 哇 里边的装造真的是太好看了 一红一白 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你有参与到设计当中吗 其实我在整体的这个安排当中 我选择了白色和红色 其实我又一直在提整个舞台的概念啊 包括服装的一些设计 那为什么会选择白色呢 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像一个江湖当中 少年的这种感觉 也有这种书生的感觉 然后另外一个红色的造型 我可能想做一些反差 因为其实我觉得它是那种 历变山河的人生 然后勇往直前的这种 意气风发的样子 所以我选择了这两个颜色 而且当时的装造很亮眼 就是因为有很多刀疤 呈现在脸上 哇 你知道那个故事是非常紧急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要很快速地去换头发 换发饰 然后那个时候还要改装 但是说那怎么办呢 因为那个装是要很精细地画的 所以当时花园老师就说 待会你下来之后 我给你弄头发 立马把那个 他把那个雪浆挤在旁边 然后让我用手楼 在脸上乱抹一下 那个是你自己乱抹的 对 然后我就来不及了 因为衣服上一场下了雨 很难脱 然后直接乱抹 所以一个出其不意的一个小想法 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非常经典的一个造型 那我们后续也多加点自己的创意 好不好 没问题 我们更多的胡乱出其不意 给大家 好的 那其实呢 今天在我们直播之前 有很多人问说 我应该怎么样去搭配 那其实呢 我们看到我们小雨 平时的社交媒体平台上 有很多plug 那里边有非常多好看的搭配 所以你对于我们大家 出门难的这一个难题 有什么解决方法来推荐大家吗 这个就问到点上了 我一般会根据自己的心情 那我可能 如果是去一些重要的场合 我会选择一些比较亮眼的 那衣服上 可能会选择黑色为主 然后最后搭配手表和这个配饰的整体 然后去完成我的装造 因为今天看我们直播的各位 其实呢 他们正处于人生的各个场景当中 所以今天我们也特意地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互动环节 希望通过不同的场景 跟大家来分享不同的一些搭配 那首先 我们有像小盲盒一样 那我们这个盲盒 我们先怎么拆 我觉得就从上到下吧 我也很期待这个是什么 是什么 萌懂成长 那我们在想这词的时候 我们先来问一下小雨 你觉得在哪一刻你突然觉得我是个大人了 我长大了 我有两个时刻 一个是成为英特兰的一员的时候 第二个时刻是大家信任我让我成为队长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有在成长 然后担起了更多的责任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如果放到大范围的人身上 就是我开始工作了 我进入职场了 所以想问一下小雨 就是如果大家刚刚进入职场 变成一个职场菜鸟的话 她想要有一些简单 但是却精致的一些状态 你觉得你有什么想要建议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刚进职场 大家应该会选择一个比较简单干净的样子吧 因为还是要以工作为主嘛 那同时大家 我觉得不能够说 为了让自己很快地融入到工作 就遗失了自己的这个个性和态度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属于你自己的这种青春时尚的感觉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刚入职场 它其实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嘛 那所以我觉得会给大家搭配一些 比如说这个比较简单大气的腕表 因为腕表它不仅仅是可以有这个时尚度嘛 然后也会有一种这种职场的仪式感 而且你知道吗就工作的时候 哦 你觉得这个仪式感是非常好的 就会比看手机要感觉更适合职场一点 而且我们能感受到时间在陪伴着我们 对对对 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 其实我人生的出入职场的第一块 就正儿八经自己买的手表 其实就是我们DW手表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 你也是吗 我本人 所以这个缘分在好多年前就已经 就是大家携手了 我都忘了是多大 反正是也是我在上学舞蹈的时候 然后当时第一块表就是DW 然后没想到现在可以和DW合作 所以很有缘分 就牵手牵到心坎里了是吧 其实呢我们DW品牌创始人 就是希望他设计的这些手表 能够让大家佩戴了之后呢 会非常的喜爱 而且彰显自己的自信的气质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边 我们第一个情景是我们出入职场的菜鸟嘛 那我们这边选了三款表 你觉得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如果出入职场 你会推荐它哪一块表 嗯 我好好考虑一下 好好考虑一下 我选这个 我选中间的 刘金表 选我们的刘金表 嗯 大家可以看 其实今天你带的也是我们另外一个刘金表的系列 嗯 对对对 你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这个是黑色的 它这个是金色的 嗯 那能分享一下你对我们这一款流金表的感受吗 其实它 你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实设计的是非常 硬次风 然后简约的这种感觉 嗯 我觉得戴上手 你不会觉得它非常的 繁重 因为它是这种特别简约大气的设计 我很喜欢 嗯 看得出你真的很喜欢我们这块表 而且今天你挑选 因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装造的表 嗯 你就选了我们这一款 黑色的 嗯 而且你看它这只表 它其实不仅仅是它的设计有这个北欧风的简约嘛 它其实黑金的搭配很酷 看 我手上这只黑金的 所以说我有 大家可以应该看到我的日常的造型 配戴最多的一款就是这个了 嗯 我手上现在戴的这一只 嗯 那今天呢 我们是穿了一身我们毛泥编织的这样的一个小外套 和黑色的这样一个搭配 嗯 我们配上我们黑金的流金表 非常的帅气 嗯 那它其他 那我们可能会问了 那它还适合什么样的场景 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什么样的场景 嗯 我觉得按照我的想象的 因为现在天气不是特别的 呃 凉快了吗 嗯 那我像夏天天气热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T恤 然后搭一个简单的牛仔裤 然后再穿上 我们的卫衣 就适合现在的这个 其实休闲也很搭配它 对 然后 诶我会选择把我的卫衣往上 稍微 往上放一点 然后就可以搭配DW的手表 然后让整个造型起到一个特别完美的这种作用 我觉得很低调又精致 嗯 那其实对于很多我们初入职场的人啊 他会觉得我们DW的手表就是低调 不是精致的 嗯 而且非常适合年轻的各位 嗯 那这款腕表 其实在它的一些设计上 你觉得还有什么特别吸引你的地方吗 哦 你说这个特别的地方 嗯 我有喜欢它这个DW的五秒表针的这个设计 嗯 嗯 我觉得很有辨识度 这个是 哎 你看 是不是感觉它是静止 它只有两根指针 对 但其实是 我有时候会经常静静的就是看着这个表 我说 哇 我在看着它时间在流逝 就这种感觉就是很有意识感 嗯 好的 那其实呢 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 我们没有秒针的设计师 其实是体验北欧的少 即是多的设计理念 嗯 那我们都知道北欧人提倡的就是 刚刚好 我们这样的一个慢生活的哲学 嗯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说 哎呀 没有秒针不 觉得不太好 那你觉得呢 哦 我觉得不会 反而我觉得是在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节奏 不会因为秒针的转动 而去感受时光 匆匆的这种流逝 因为有时候我自己看秒针的时候 我会觉得 哇 感觉每一秒都是它在动一下 就感觉时光好快啊 然后自己像在浪费一些什么美好的时光 但其实我们应该抓住当下嘛 去好好的生活才对 嗯 抓住当下好好的生活 让我们享受这种北欧的刚刚好 是的 幸福的慢生活 好的 那今天呢 我们为大家主要展示了这两款 但其实之前我们拍摄的时候 有看过我们流金表的好多配色了 对不对 对 那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配色 你觉得更适合怎样的搭配呢 我觉得 刚刚说黑色比较有这种 潮酷的感觉 适合有个性的朋友们 那白色表盘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我觉得是非常清新和百搭的 嗯 这个 而且特别是白色 你看它和这种金属的搭配 是更加显你的气质 我会比较推荐秋冬去搭配一些针织衫 然后会显得很大方 很舒展的感觉 嗯 好的 谢谢 那我们就是给大家挑选了我们这一块表 但其实呢 今天我们也是要想要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我们米兰的金属编织的表带 嗯 它传承了意大利19世纪珠宝设计的匠心工艺 嗯 所以我们它虽然是金属的但配搭一起来 却整体造型感式上度都非常的好 最重要的是很亲肤 是的 那其实呢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 嗯 我们这边也提前准备了 嗯 OK 看这么多的表带 哇 就是因为它呢 是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心情来更换表带的 嗯 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 我们要给大家带福利对不对 那带福利 我们这边想要让大家来接受一个小小的挑战 我们先放在这里 好 那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留金表 那如果大家想要购买我们DW留金表的话 我们可以在直播间下方购物袋当中的23号链接 那我们点开购物车呢 今天预付定金就可以额外的获送我们的明星环保化妆包 这个也很厉害 上边有我们小宇的签名 这里 对 这是联名的 那同时呢 还有我们的明星冰箱贴三件套 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先给大家展示几款吧 这些很精致 很精致很好看 那同时的话呢 我们这边也是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想要给大家来赠送的 我们送一个正装的正价的双色法蓝手镯 哇 很好看 那同时呢 我们这个包装呢 都会选用我们的蓝玫瑰的花盒 加赠是持续到是24点 有碰到过买手表送正装手镯的吗 太大方了 是不是 真的是真的很大方 好的 那就在我们的23号链接 我们希望大家赶紧的加工 我们进行一个预定的一个动作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挑战就给大家来抽我们的签名照了 那抽签名照 首先看到我们这边很多表带 对不对 那这边我来给你演示一下 我来拆表带 之后你来选择一个逆向思维 你将我们的表带在30秒之内把它做装好 哦 还有时间限制 对 就把时光倒退 我是怎么拆的 你就把它这么装进去 好 我来试试 好来试试 来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首先呢 我们这边是可以把这一个长的从这个地方抽出来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表盘 哎 它这样就出来了 哦 那接下来你来 现在就只剩下一个 这个 我们的表盘了 对 没有表带了 挑选一个表带好不好 在我的印象里 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的人生当中的第一块表的表带 应该是这个配色 哦 这是第一块DW的手表 第一块 哦 那今天在现场还原一下吧 还原一下 让你回到当时的那个时候 回到当时 穿 穿 瞬间年轻了好几岁 嗯 好来我们 大家一起来帮我们倒计时 好不好 来 三 二 一 开始 应该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除了这个地方 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穿了 哎 好像不对 好像反了 哦 来 二次 二次改变 来我们这样 好 出去 到了30秒 没有 没有 哎 这样就OK了 时间没有到 所以我们这个签名照一定要送给大家 对不对 送送送 送送送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来抽我们一张亲笔签名的签名照 我们会送一位 那小语帮我们来想一个口令 好吧 好 嗯 我想想 如果是 因为我的这个 我们送的是 刘金系列是吗 还是 对对对 那就刘金闪耀这四个字怎么样 刘金闪耀 大家将我们刘金闪耀 嗯 四个字 因为这个签名也是金色的 签名也是金色的 来 大家一定要记得 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嗯 因为只有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才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 我们照片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照片 嗯 才会参与到我们的抽奖环节当中 嗯 来 后面其实还有字 很棒 哦 哎 来 我们这个 来 大家刷起来没有 刷起来没有 我要准备到几时 嗯 那我们第一轮呢 是给大家来抽取的是 我们亲笔签名的照片 对 要送给大家 我们抽一位 那我们看得清名字的 然后我们的刘金闪耀 打得正确的第一位 已经有了吗 有了吗 大家现在都在 还没有 有一点点小岩石当中 有一点点小岩石当中 那首先再跟大家来说一下 那刚才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 我们的刘金表 它是在我们的23号链接 它会有非常多的赠品 以及最重要的一点 它竟然送一个我们 正装的法郎的双色手镯 它是成为粉色 让我有点意外 真的很好看 真的 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更多的来感受到 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 这样的一个诚意的福利 我们来给大家来抽取 好的 那我们这边 大家记得我们抽中了之后 三个工作日内 找客服登记相关信息 15个工作日 为大家发送出奖品 所以呢 大家今天赶紧联系 我们的客服 好的 我们这边 因为大家现在都在 感受着跟刘宇在一起的时光 利便山河 刘宇值得 就没有人说 那你们今天是想 让我们工作人员 自己把我们这个 亲笔签名带走吗 安卫主持人也是可以的 好的 那今天呢 我们会给大家 除了抽取我们的明信片之外呢 我们也会给大家 提供我们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个搭配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 加入到我们的整个活动当中 那现在还没有关注 我们直播间的话 赶紧点击关注一下 那也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很喜欢 我们刚才为大家来分享的 我们的留金表 与金表 好的 那我们这边先来放礼盒吧 那如果刚才我们分享这些 你觉得我们这个 非常重要 是不是大家没有听清啊 要不我再说一遍的四个字 留金闪耀 大家留金闪耀 四个字打出来 我看看 就是看到有几个是打出来的 对吧 那我们先选一个 就是你想放的产品 放进来好不好 好 我们觉得这个留金表 你觉得它配不配 值不值得 放进我们今天的清选礼盒 嗯 值得吗 值得的话 我们把它放进去 当然了 哎 放进来咯 那我们第一个出道位完成了 放进来了 那我们还空一个 那后面我们会慢慢地跟大家来揭晓 好不好 好嘞 大家现在将我们的主播间 哦 大家都已经输入了 OK 那我要倒计时了 好 来 我们倒计时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OK 节评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第一位看得清名字的呢 它是我们的铁粉 叫做成理想流金闪耀 嗯 答对了 OK 来 我们这边给一个敬景 好 那获得的我们这一位呢 记得截屏哦 在我们直播间里面扣个一 记得截屏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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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记得是三个工作日之内 联系我们的客服 十五个工作日之内 帮大家来发出 好不好 恭喜恭喜 好的 那今天除了我们第一轮之外呢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想要跟大家来 分享我们更多的一些产品 因为今天呢 我们放到这个蓝玫瑰礼盒里面啊 因为我们蓝玫瑰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象征 不知道小宇知道吗 知道啊 嗯 我知道蓝玫瑰象征着这个单纯 嗯 我觉得希望每一个年轻人可以在努力时 不忘自己的初心 然后呢 心里永远的住这一位单纯的少年 嗯 所以刚才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流金表的话 记得一定要点击下方的23号链接购买我们的流金表 那今天预付定金 还可以额外的获得我们明星环保化妆包 以及我们的明星冰箱贴 还有正价的双色法蓝手镯 蔷薄粉色 还有我们的蓝玫瑰的花盒 那这些都是截止到今晚24点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加入到我们购物车进行我们的预定哦 嗯 真的很好看 好的 嗯 那今天呢 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直播间的话 也赶紧关注一下 因为我们页面店铺所有的一些礼赠 还有额外的嘉响直播间 都会为大家来背诵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好礼呢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更多的来感受 那刚才呢 我们说到搭配了 那我们也再来分享一下 如果现在带着我们的流金表 那我们万间还有什么其他的搭配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吗 我们这边准备了几款 我们来挑选一下好不好 我首先选肯定是经典手镯 哦 肯定是经典手镯 你看今天我手上也戴了嘛 嗯 为什么我会选择它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非常非常百搭 无论你是穿什么衣服 你是穿衬衫也好 短袖也好 卫衣也好 这一个手镯只要往你手腕上一扣 哇 你一整个这个造型立马就亮起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它很有魔力 嗯 而且很亮 就是你知道 在这种阳光下 灯光下 它都是感觉自己特别的 就别人会注意到它的 嗯 就虽然它看起来很简约 但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弧度 对 能够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它是一个轻松不费力的一种时髦感 嗯 嗯 那单独佩戴或者戴我们这个表 是不是你都觉得很配 我觉得单独佩或者是搭 你看 我手上今天就是叠搭的嘛 对吧 那我们准备几个pose好不好 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啊 如果是我觉得 如果你手上带了一个 呃 这种迭代式的话 我觉得可以比如说 哎 这样一下 很帅 或者是 很有态度 嗯 给一个侧脸 下个线也太清晰了吧 就这种 感觉比我的事业线都要清晰 好嘞 那我们为大家展示了之后 我们这个经典手镯 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 嗯 那除了我们经典手镯之外 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吗 我觉得我想想啊 嗯 已经有我们的手镯了 然后我觉得项链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搭配 嗯 小双环 小双环项链 嗯 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款呢 你知道吗 小双环的这个设计非常的精巧 精巧在哪里 它不会特别的张扬 而且项链呢 在这个秋冬的季节搭配深色的毛衣 就像我今天的短袖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起到亮点的作用的 因为大家有时候觉得毛衣它穿深色和很暗沉嘛 嗯 但只要你戴上这个小双环 它立马让你整体的造型就是砰亮起来了 嗯 而且我听说啊 这个小双环的设计灵感 是代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心意紧扣的意思 嗯 一圈代表果感 一圈就代表浪漫 果然非常了解我们品牌的一些产品的设计 其实寓意真的非常的好 是的 它能够象征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而且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看 它还有同款的手链 我们这边也是推荐大家可以一起来佩戴一下 是很好看的 嗯 好的 那我们今天在我们下方购物车22号链接购买 就可以获得我们的项链和手镯的这个套组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套组就在我们的22号链接 是这两个在一起的 是的 这两个 对 那同时呢 我们预付定金额外获得的是我们明星环保环 化妆包 我们的明信片贴纸 哇 非常好看 它是贴纸哦 今天我们确认了好几回它是不是贴纸 好 那同样的呢 还有我们的定制化妆镜的这样的一个封套 想要单独购买手镯的话 也可以在我们20号链接进行下单 那单独购买手镯 可以送我们的明信片贴纸两张 好的 送的有点多哦 送的有点多 我很喜欢这个套 放回来吧 爱不释手 对 我真的非常喜欢 因为如果是我会看到的话 我一定会买这两个东西 因为特别的经典和百搭 因为不同的妆道 其实配这两个都很经典 都可以 不管是什么颜色 完全不挑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选下一个词条 好不好 是什么了 好嘞 自信闪耀 但自信闪耀的话 我们都知道 小雨在舞台上 还有生活当中 还是在我们直观现场 都给大家一种非常自信 其实还有一种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 对 很闪耀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 就是有什么想给大家分享 保持自信的一些小秘诀 我觉得 其实很简单 但是我有点不太好意思说 没关系 但是既然你都问了 我还是想要分享给大家的 就是我如果说 自己感受到这段时间 不太自信的时候 我有个小妙招 就是经常自己在没人的时候 就对着镜子里的自己 说你很帅 你很棒 其实你做得已经很好了 你不断地去给自己输出 这样的鼓励的信息 你的人的这种能量 和他的气场 会越来越自信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一直觉得自己 这不够好那不好 那很多时候 我们都忘了自己好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有很多优秀的点 值得去被自己夸奖 所以还是要时刻地告诉自己 你有很优秀的地方 但同样你也需要努力的地方 那趁着这份优秀去往 去弥补自己的不优秀 我觉得是一种很完美的 弥补自己的一个过程 这样这个轮回起来之后 你的状态会非常好 这种越来越高的感觉 其实就告诉大家不自信的自己 就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可以变得好的话 那别人怎么样会觉得你好呢 所以第一步 先爱自己 先让自己觉得自己非常的棒 你是最棒的 好的 那其实呢 我们最近新歌 新歌叫什么 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那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 蝴蝶也可以煽动一场风暴 别看清自己渺小 是的 那这个歌词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因为我觉得自信的人其实是最美丽的嘛 就像是这个银河的闪耀的星辰一样 特别的亮眼 很亮眼 银河一样 那大家记得一定要去听新歌 更多的支持我们的小雨 还有后面一些舞台 好不好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说 它都在为大家准备着呢 好 我们共同期待 好的 那说完了这些了之后呢 今天我们也是想 让小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这一系列的手表 我们这一系列的手表呢 是我们的星辰腕表 它在阳光下会非常的低调 它就像戴在我们自己手上的一片星河一样 这个镜镜得拉近一点 我们这个 你可以再大一点 它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闪闪的吗 应该可以啊 可以的 来我们切个大镜镜 白色其实我觉得它搭配 十二时的这个水晶的刻度 我觉得时时刻刻都是在闪耀 我想设计师也是希望 可以通过这样的设计 来让大家带出这种特别闪耀 和自信洋洋的自己 那这款手表呢 也是非常符合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 我们这一轮的关键词 自信闪耀 那我们接下来 就是向我们直播间的各位 来分享一下 如何来搭配这款手表 好吧 我觉得出席一些 比较有意义重大的一些场合 很适合戴这款闪闪的手表 不知道这个镜头 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在这个现实当中看 它真的每一颗 这个闪闪的石头上面 它都是有很亮的光泽的 我们会发现它的细节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贴肤度也是很好 我们所有的表带 其实是金属 但贴合度都很好 而且这款外表 大家其实如果买过去 戏剧率观察的话 它是一个大女主的风格 它恰到好处的力量和温柔感 是一个相互平衡的 很多女生带了这款表 会变得非常优雅 而且会自信起来 对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这个内心的建设 我希望大家代表的时候 都可以有发自内心的这种自信和笑容 好的 那现在大家点开我们的购物车 这一款手表就在我们18号链接 它还可以额外的为大家来获得 我们的环保化妆包 和明星冰箱贴三件套 还有如果大家现在还没有关注 我们直播间的话 赶紧点击上方进行关注 而且我们立即入会的话 还有更多的福利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 更多的福利了 所以赶紧关注起来 那除了我们的星辰漫表之外 其实我们今天也想给大家来 分享一下我们非常好看的 星辰系列的其他的搭配 那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星辰的戒指 星辰的戒指 是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 星辰的戒指也是非常闪耀的 而且我很喜欢迭代 比如说你看 带两个也是会显得手很漂亮 因为我觉得它可以让手的整个骨节 也显得非常的不一样和有特点 我觉得上手是一种特别秀气的感觉 因为和刚才的手表一样 它是这种比较低调的闪耀 可以和我们的这个DW的手表进行迭代 然后为整体的造型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 让指尖也是在闪闪发光 你看我这样动 它随着这个光线的变化 它也是在闪耀的 会闪耀配样的光芒 那其实呢我们这四颗 我们可以看到一整圈 它上面是镶嵌了四颗闪烁的告示 非常非常的亮 那可以从指尖出现非常光耀的光彩 那这里我想问一下小宇 你之前你知道你自己怎么选戒指 如何来看自己的手的尺寸吗 其实我之前不知道的时候 我都是盲悬的 就是能戴哪个手指头 我就觉得都可以 我们每一次就是拿到一个戒指 就是这样 每一个指头戴一下 然后看看哪一个最合适 好的 那大家呢 现在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个小小的科普 那我们的大师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那我们DW的手势呢 全部都是我们欧马的这个尺寸 如果你之前买过标准的欧马 我们直接按尺寸来购买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现在不知道什么 我们这边是推荐大家 可以用一个小小方法 家里面如果找不到什么测量的工具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细细的小纸条 我们用这个细细小纸条 它差不多10厘米 然后它很细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找到你自己想要佩戴的这个手指 你绕一圈 我们在最底下在手指的根部 这个时候用笔做一个记号 然后你再往上 在上一个关节和我们最顶端中间选一个位置 再测量一下 然后你把它展开了之后 上面不是有两个标记吗 对 所以你想根据自己的一个宽窄 还有舒适程度的话 你想松一点 你就选最大纸 你想紧一点 你可以选择这两个数值中间的任何纸都可以 展开我们测量完了之后 就可以根据我们这个周长 这个纸展开是多少 就可以来挑选自己适合的尺码了 大家可以截屏一下 可以截屏一下 来 我们再给一个静静 大家可以截屏一下 这样就可以挑选自己适合的尺寸 大家按照我们这个方法的话 只要看周长跟欧马就可以了 只要看周长跟欧马就可以了 但如果还不知道的话可以看我手长带着 因为我的手其实不算特别的粗 但是因为我可能骨节比较细 所以说我一般戴的是54或者是53 对如果大家了解我的手的话 可以去就是下单 就是看我的手是54带着是比较 这种可以轻轻松松的拿下来 但是不会掉的那种 那53的话就会比较舒适的卡在上面 所以如果手稍微纤细一点 比如说女生其实不出错的话 大家也不想量52跟54 其实还有中间53 就是大家选一下 就是各个手指都可以起到一个更好的搭配 所以推荐大家如果盲选的话 52到54都可以好不好 盲选都可以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 除了我们刚才为大家推荐的 我们这个星辰的戒指 我们今天还有一款我们星辰的项链 哇非常非常闪耀 我今天也带了 直接就带着来的 那能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细节吗 它单独佩戴呢就是非常好看的 是的我觉得这个单独佩戴它就是已经很闪耀了 日常我们初阶包括搭配一些毛衣啊 风衣啊这些比较有扩型的衣服 然后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点睛的作用 因为它真的很闪耀 而且小宇今天也是进行了一个迭代的一个效果 对 我们的小双环配着我们这一个星辰的项链 迭代也很好看 是啊我很喜欢 我一直觉得迭代它是一个很有搭配的感觉的一个设计嘛 你看这个小双环它在里面 然后这个星辰系列的这个项链它又在外面 就感觉这种迭代在一起的感觉 会让整个人看上去特别的精致 小宇真的非常会搭配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今天我只带了一个小双环 结果我们工作人员搭配时看到小宇自己搭配成这样默默的 哎呀主持人小宇带特别好看 你也一起来搭配一下吧 所以大家看小宇带这么好看 我们赶紧这两个都加入购物车好不好 那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星辰项链呢 在北欧风简约的设计基础之上 我们加入了两圈总共50颗告示的设计 所以无论各个角度 它都可以为大家诠释低调的闪耀 那大家可以约会会在幽暗的我们这样一个西餐厅的灯光下 就会发现你会映圣的脸色非常的好看 也非常适合大家约会和日常来佩戴 那像今天呢我们这样一个搭配长短链 真的是太棒了 我觉得层次感非常棒 层次感很棒 今天其实我们手上啊什么都依据了一个层次感和有态度 就是想给大家分享这种时尚穿搭 是 好的那今天如果大家想购买我们星辰线链的朋友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购物袋当中的13号链接进行购买 那喜欢我们星辰戒指的朋友可以在购物车链接17号进行购买 那同时今天预付定金的话额外的获得我们的贴纸明信片 我刚开始只以为它是明星片 但它是可以撕下来的 它质量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两个不一样很好看的装造 我们这边也是推荐给大家 大家记得是持续到今晚的零点 所以呢大家现在赶紧点进去 我们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个预付定金的动作哦 好那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直播间的话 我们赶紧点击一下关注的按钮 那大家关注了我们直播间之后 并加入到我们店铺会员 我们所有的礼赠都可以想了之外呢 额外的还有更多的好礼带给大家 好的那刚才说了这么多 是不是又到了给大家送礼物还有这个福利的环节 送 送 那我们这一轮给大家送两个签名张好吗 可以啊可以啊 哎呀但是给大家送了两个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游戏难度要稍微大那么一点点 既然送两张那肯定是不能让我这个白白的送嘛 肯定是要加点难度 肯定要加难度 其实这个游戏我们今天玩了一下午了 我们整场就是欢声笑语一片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企鹅冰砖 来先给你 演示一下 你自己来尝试一下给你一个小铲子 它是要把这个 它这是我们一个企鹅 然后它里面有各个冰砖 你看到这个缝隙没有 看到了 来你先挑一个缝隙插入进去 你看它会发生什么 不会让我有第一次就是让它跳出来吧 我经常 第一个被我骑下来了 好 第二个问题 秋冬穿搭季节要温度还是要风度 要 温度 要温度 要快点啊 那请问小宇最近有准备什么新惊喜吗 企划舞台有没有 有 如果只要五分钟就出门了 你会选择什么快速完成自己的造型 手表 项链 戒指 手镯 那是我们DW品牌的吗 当然是了 当然是了 好的 那最近天冷了 小宇有什么秋灯养生的小天使送给大家 多喝热水 多喝热水 对 现在已经产了一半了 我好怕它跳出来 用一句诗句 我今天运气有点爆破 用一句诗句来形容DW的设计风格 用一句诗句 用一句诗句 有什么诗句 我现在感觉我的今天运气有点爆棚 没剩几块了 没剩几块了 我们这个企鹅就是还没跳出来 还没跳出来 一句诗句 除何日当午 就是很低调 然后让大家彻显慢生活小幸福的时候 近期最喜欢的一个装造 近期最喜欢的一个装造 就今天的装造 今天装造最喜欢了 好 问题都回答完了 完了 那没剩几块了 企鹅是不是跳得很高 是最后一块吗 不是 还有几块 但是我运气特别好 这是我玩这些游戏以来 就是运气最好的一次 就是我已经能够 那以前你拔牙齿 就马上就咬你了 就可能是两颗或者一颗 就按的第一颗会咬我 那可能就是想要来回答更多的问题 而且要完成这个挑战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一个口令 我们来抽两个 亲签的照片 好吧 来 给大家一个口令 那这次的口令 刚才说的是星辰系列 对 星辰 星辰闪耀怎么样 这四个字 好的 来 大家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弹幕里面输入 星辰闪耀 我们这边呢 会为大家抽取两位朋友 获得我们的亲签名字 那如何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呢 那首先第一步 还没有关注我们上方关注按钮的话 现在赶紧看到了吗 它就在那呢 好 我们这个3D立体的啊 就在这呢 就在这呢 好 在我们这个 应该是这个表 11点钟的方向啊 11点钟方向 快 点它 点它 设为最爱 关注起来 那同时呢 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店铺会员 因为除了我们所有的礼赠之外呢 还额外的加响直播间 为大家能够为大家送出的更多的好礼 有好多人 是我们的星辰闪耀啊 大家跑偏了 星辰闪耀 星辰闪耀 前后别人得分清楚啊 星辰闪耀 这个分得好轻哦 对啊 星辰闪耀 好的 那我们这边星辰闪耀 大家刷起来 嗯 好 那我们这边大家记得 中奖的朋友 一会儿呢 我们截屏 细节 大家记得也要截屏 然后三个工作日的时候 跟我们客服联系 嗯 那同时呢 是我工作日我们会为大家发出的啊 好来我们来一个倒进食 五四三二一 节评 看看清明寺的前两个 第一个是我们的铁粉 多么幸运呀 二二三三 星辰闪耀 爱吃一品汤包的可笑魔鬼者 啊 这个打的是 字系 我们这个就不对了啊 我们把这个画的 不好意思 你打错字了 好 那我们下一个是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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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六八十 十个卡 哈哈 来 恭喜 恭喜我们这两个中间打错字了 中间打错字 我们来给一个 还能再近一点吧 还能再近一点吧 嗯 好 我们这边来 小雨为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这个亲笔签名照 恭喜这两位 大家结个屏哦 这两个结个屏 一个是这么幸运呀 二二三三 还有一个是 十个卡片的卡字 嗯 好 恭喜 恭喜我们这二位 嗯 恭喜我们这二位 好的 那我们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面扣个一 可以在直播间里面扣个一 好不好 来跟大家共同来互动一下 好的 那刚才发送完了这些之后 我觉得 下一轮 肯定要给大家送我们重磅级的 对吧 是 那刚才我们描金边的 蓝玫瑰礼盒 然后上面还有我们亲笔签名 现在里边有一个 我们的留金表了 你觉得 还有什么东西 值得它另外一个位置 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抽给大家 那我们选一个好不好 我觉得我会选经典手镯 会选经典手镯 那我们先把它放进去 放入我们今天清选礼盒当中 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 再配上这个盒子 其实可能 好 我们把它扣上好吧 这个盒子就是我们小宇 为大家清选 只有一个 完成咯 独家限量只有一个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你要不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正常的礼盒的外观是什么 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 正常的 这个是我加工的 自己画的 这是新意 独一无二的 可能再换一个人 就可能有的里面画 有的没画都不可能是独一 你自己再画 估计也不会一样的 对 好的 那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 宇宙独一无二的挑选礼盒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将会为大家来公布 最后一个关键词 但最后呢 会为大家抽出我们这一个礼盒 最后一个为大家揭晓一下吧 复古摩登 复古摩登 嗯 那之前呢 我们看到小宇佩戴过 我们DW增上了杂志封面 对 那想分享一下 就是你 哦 就是这张 立马 掉了他 就是这一张 还有我们这一张 对 那你觉得你对复古摩登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复古摩登它是一个轮回 就是新的潮流的理念和这个复古的情怀叠加出一种全新的潮流 嗯 我觉得我自己最近也迷上了复古 嗯 迷上了复古 是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想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非常想给大家推荐的复古摩登的我们的一款产品 哇哦 嗯 我们DW的祖母绿小方表 你看我刚把手表翻过来 是 因为我们还有不同的表带 我带的是小牛皮款 嗯 我很喜欢 我非常喜欢小牛皮这个款式 我也觉得 嗯 我两个都很喜欢 两个都很喜欢 那我们的小方表呢 第一印象是打破了对于圆的这样的一个定义 嗯 其实方的这个线条啊 我觉得会在一众的圆表盘里面脱颖而出 很适合想要改变一下我们日常的这个风格的穿搭 嗯 那其实呢 我们这个小方表有非常多的这个特别的配色啊 那祖母绿的颜色会让你想起什么呢 哦 祖母绿给我一种希望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它会绿色啊 它会随着这个光线的折射而变动 非常的生动 可能的 哎 我努力地让大家看到 看到没有 它里面特别的光闪感 这个 看到没 会随着光线的不同的折射 它会有一种特别梦幻的感觉 其实我们这个表盘它有一个名字 它叫做太阳射线表盘 就大家拿回家其实真的可以感受到 它像我们日光 就大家眯起眼睛 光在眼睛里形成的那样的光的折射的表面 所以我们这个表带其实也很闪的 你们有觉得我们这个表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表带我觉得首先是一眼就能看到它是特别闪耀的 而且像我来形容一下像风吹过麦田一样泛起金色的这种波浪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我们可以晃动一下让它我们这个麦穗吹起来 让它们摇晃一下 那其实呢我们这个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 希望大家就是带着我们这个妙穗的麦穗的表带 它是来自我们古希腊这样一个麦穗式的表带的这样一个纹路 可以让大家在事业爱情友情都可以圆满和丰收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 那同样的像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 可以看一下我们后面的这个金属的表带 它呢是采用的环保染色工艺的意大利小牛皮的表带 大家可以替换它这样的一个表带非常非常的好 你看再搭配我们这个小双环的手链 还有我们的经典的手镯 其实都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小牛皮的话你觉得你喜欢它的点在哪里 你知道我先不说它的点在 我觉得对于这个季节性和温度性来说 秋冬大家可能会觉得 哇早上起来家里没开什么暖气啊 然后色色发动 好冷啊 觉得带金属的表带 有一些凉的朋友可以选择皮质的表带 会给人这种特别温暖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小牛皮 它的这个轻肤感会更加柔软一些 很适合搭配一些毛衣啊 和大衣的这种穿搭 就会感觉很暖和 而且其实有的人他可能对一些 假如说朋友说 哎呀我们DW很多都是金属的 那我对金属过敏怎么办 我们有很多编织款 还有小牛皮款 我们都很适合大家 而且它有一种呼吸的这种皮质感 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我们也是想要推荐给大家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DW的小方表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直播间购物车链接 21号链接之前购买 那同时今天我们预付定金的话 额外的赠送明星环保化妆包 和我们的冰箱贴 好的 那除了我们这个小方表之外 我们这边也准备了 我们首饰的搭配 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觉得比较适合我们这个 复古摩登的搭配吗 那我如果选择 给它放在这里吧 我会选择这个 万花筒系列的项链和戒指 万花筒系列 你今天手上 对 在我的右手 带了一个不同颜色的 这样一个叠带 对 给大家要展示这本手了 这个就是 这个万花筒系列的戒指 在我的右手的手指上 因为这个系列融入了 这个建筑里的 这个装饰的艺术嘛 我觉得和复古时尚很搭 而且我很喜欢万花筒的这个名字 因为我们小时候 每个人都玩过万花筒嘛 看里面这种图形的变化 很有那种无忧无虑的时光 每次看了就会忘记时间的流逝 嗯 而且大家真的不用纠结 真的盲选 两个颜色都好好看 我觉得就像小雨一样 你看直接我们的银色和玫瑰金色 直接搭配在一起 嗯 这两个放在不同的手指 在一个手上 都会显得你非常的氧气和时尚 是 而且我们用过非常好的几何的签面 折射出不同的光泽 来点缀我们每一天 我觉得不仅仅秋日 它每一天真的都很适合 哦 我的戒指 戒指掉了 来来来 我来 我来 好嘞 戒指掉了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好像你还给我们品牌方 展示了一个你自己特别的搭配 来了来了 这个穿搭小tips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实用和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就是你大家可以把这个项链解开 然后把 嗯 好好好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 穿进去 然后让它在这个 里面 哇 就是隐藏款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嗯 你不觉得这个很有创意吗 真的 我们后面拍摄也采取小宇的这个创意 好吧 我们品牌方在这边等着呢 下一回我们就采取你这个创意 快看 嗯 看到没有 好好看 哇天哪 好好看 它除了是一个我们这样一个双环之后 它还先大环配小环 对 还可以在一起 人生无常嘛 大环配小环 什么 什么啊 什么啊 人生无常 大环配小环 这是小宇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进行创作的一个新的短视频的一个背景 对 好的 寓意很好 寓意二环 寓意二环 我们今天直播间好不在二环 对 好的 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想要购买我们万花筒系列的话 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购物车22号链接进行购买 那我们的项链和手镯呢会有一个套组 喜欢万花筒系列的项链的朋友 可以在12号链接进行单独购买 那喜欢万花筒系列戒指的可以在16号链接进行购买 那今天预付定期还可以额外获得我们的明星环保化妆包 明信片贴纸 还有我们的定制化妆镜封套 我们这边是推荐给大家 好的 那说了这么多了之后 我们这个金光闪闪的金蓝玫瑰礼盒 还有两款我们的产品没送出呢 那当然这个是不是值得更难更高难度的游戏 可以 没问题 我会为大家争取这个赢得福利的 一分钟完成一个挑战 一分钟完成一个挑战 是不是觉得一分钟很长 刚才30秒啊 30秒都完成了 一分钟我觉得都可以 一分钟而且只有一份礼盒 来我们这边 只有一份哦 它像一个照片墙一样 但是其实我们玩的是一个消消乐 消消乐 就是对对碰什么把两个要削掉 三个 我们这会增加难度三个 而且你看到它不是一个平面 它是一个压一个 你要把所有暴露 完全暴露在外面的三个挑出来 我们要把它全部削光 哇哦 有点难哦 就是之前大家削的是杨 今天削的是DW 消掉的都归我哦 哦可以吗 哦点头了点头了点头了 哦我来试试啊 哦来我们倒计时开始吧 倒计时开始 一个一个两个 这个在外面三个 好确认一下都是我们 不对不对 那放回去 哦放回去 一个是告识 一个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试课 那我可以先把这个拿下 哦对拿下来 然后这个消掉了 哦 对但是它得留在这儿 好我收走 嗯 然后呃这个这个这个对不对 对的看一下 对的对的 好小走 是我们星辰项链 呃我看看哦 接下来是接下来要我看看 呃戒指 戒指 一个两个三个 好嘞 被忽略的你戴的这款手表 哈哈哈 它在压的下面不好 被遗忘了被遗忘了 然后绿色的综目绿 然后不行 然后现在是手 经典手镯可以 经典手镯可以 没了 消掉消掉 然后这个星辰的项链 这是万花筒的项链 看不出来了 哈哈 这个是万花筒 万花筒 新陈刚销的 啊这也是万花筒 啊它但是它被压掉了一点 它被压住了 双环 没关系 我把它先拿下来放着 嗯可以 啊 其实好像我们整个 设置组都有点懵 现在已经不知道 已经不知道它到底 然后这个 有没有耍赖 啊 好了消掉一个 哎还没核对呢 这个消掉了 啊消掉了 现在比较简单了 这个 大家帮我关注一下 它有没有就是 它它有没有耍赖 没了 大家大家在我们弹幕里面 它有没有耍赖 跟它我们互动一下 好不好 因为在我回头的过程 都是哎 没了 恭喜你成为DW羊 恭喜你成为DW羊 成为了DW小宇 是 好的那我们就算吧 好不好 算吧 我们算了 那我们就光秃秃的 操场都没了 我们收回来了 好的非常感谢小宇 给我们大家 就是进行了一张互动游戏 其实这一个互动游戏 就是大家 一整个互动一下 然后再回归一下 我们刚才的这些产品 那像我们最开始的 为大家分享的 我们很喜欢的 也是小宇今天戴的 我们的刘金手表 后面呢 我们又迭代了 我们非常经典的产品 比如说我们经典的戒指 还有我们经典的手镯 它可以百分之百搭 而且今天只要买 我们刘金表 就送我们薔薇粉的 发廊手镯 免费送 天 哇真的很棒 我记得这个 好像在我们23号链接 对吧 那同样的呢 我们这边还给大家推荐了 我们的星辰系列的万表 然后我们的项链 还有戒指 这边也开发了一个迭代的 是的 迭代 一个跟双环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同样的后面呢 就是我们非常 复古摩登的小方表 那它里面呢 有我们的小牛皮 还有我们麦穗的表链 闪闪发亮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去购买 其实可以挑选两种样式 那同样的 还有今天小雨迭代 非常好看的两个颜色的 我们的万花筒系列 没错 我们也是非常经典的 想要推荐给大家 进行一个 我们这样的一个搭配 好的 那最后说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渲染呀 我们最后要给大家 抽金玫瑰礼盒了 它里边有我们的经典 手镯 还有我们的刘金表 那同样的 这边有清签 还有独一无二的 小雨描金鞭 对 好 拿着吧 那帮我们想一个 口令 我们抽最后一个大奖了 我觉得最后一个 因为我们今天 一直在说闪耀嘛 对吧 那最后一个就叫 好 想一想 时刻闪耀 想着好 跟我们手表结合到一起了 时刻闪耀 时刻闪耀 来大家将时刻闪耀 输入到我们的弹幕里面 宇宙只有一份 不仅有清签 有它的独一无二的话 而且呢 里面还有我们的经典手镯 再加上我们的刘金表 大家刷起来 刷起来 时刻闪耀 让我来看看 有没有刷起来 因为我今天没有检查弹幕 他们今天 他们好鬼哦 他们今天在我们说 复古摩登的时候 就开始刷复古摩登 就想得到它 但没想到你 我换了个词 换了个词 时刻闪耀 大家叫我们时刻闪耀 来 时刻闪耀 刷起来 好的 那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下呢 今天如何来参与我们的抽奖 首先第一步 先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关注了之后呢 也欢迎大家入会 我们除了这些礼赠之外呢 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更多的好礼 那请大家持续地关注我们DW直播间 好的 那同时呢 我们这个截屏了之后 三个工作日内联系我们的官方客服 我们会在登记完了之后 使我工作日为大家来发出我们的奖品 好 大家刷出来 已经刷起来 不要打错字 而且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时刻闪耀 那我真的要到几时了 只有一份的礼物 那五 四 三 二 一 成功 没有收懂 好来 时刻闪耀是打对的 也是我们的铁粉 恭喜 它叫做 来 我们放大看一下 我们放大看一下 大家看得到吗 先截个屏吧 先截个屏 好 就笑嘻嘻 每天笑嘻嘻 就是笑得很开心 恭喜你获得我们这个礼盒 来 那我们这边呢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我们的参与 好的 那今天过了这么长时间 我们的直播 哇 已经过了57分钟 所以今天小宇第一次来到我们的DW的直播间 对啊 第一次来到 有什么感受吗 其实我觉得很开心能够给大家分享这么多有意思的这个穿搭的方式 还有这个迭代的小技巧 我觉得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关于一些表啊 然后首饰的一些穿搭的技巧 包括搭配什么色系 我觉得都是一个特别有意思和大家聊天的一个过程 嗯 那最后有没有什么祝福想要嘱咐一下大家 那祝福呢就是希望大家无论是在职场 还是在认真学习的过程当中 都要努力的奋斗 能够在拥有这个DW手表之后 遇见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 因为自信的你才是最好看的 嗯 有态度的你 带了我们DW的腕表 还有我们的一些视频之后 你会变得更加的闪耀 在每一个阶段的高光时刻都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 啊 大家双十一大促了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福利 大家现在还没有加进我们购物车 还没有进行预定练习的 赶紧啊赶紧啊 好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点击关注 我们的DW官方直播间 那也希望大家成为我们店铺的会员 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服务 以及带给更多的福利 好的那小宇最后我们就要跟大家say bye bye啦 我们也 拜拜 拜拜 下次见朋友们 下次再见咯 拜拜 这边大家有好心情 给我一个这个镜头 我跟大家说拜拜 这个这个这个 哈喽拜拜 拜拜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 辛苦了 谢谢